這個時候呢 我要根據這個 因為它繼續 差五年的時候 平坡還會用三年 所以我差六年往下去做 它的折就費用的計算成本的分攤 所以剩下三年沒有餐值 所以我是180萬徒生 所以每一年呢 而且要採取直線 所以每一年提列60萬的折就費用 所以呢 差六年12月31號 我就借折就費用 60萬 蓋累計折就60萬 好 這是差六年底我做的分錄 所以如果按照差五年的一個資料 我連續到差六年的話 我做的折就的費用呢 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好 這是假設沒有嗆意的問題 他說 我們看一下357年 這個例子裡面呢 它演下去 他說 假設差五年呢 我們要做這個差五年有關的 那個減損的相關的調整分錄 第一個 如果這個機器沒有辦 重估 我就這樣子寫 它沒有辦重估 好 之前沒有辦過重估 所以我就這樣子寫 好 如果它之前有辦過重估 第二個情況 它如果呢 這個之前呢 有辦理過重估 然後呢 我們的股東成績裡面還有 會實現重估 增值五十萬 好 記得嗎 我們說在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談到資產重估 那我資產重估的時候 我是借資產 比如說我是房屋重估 我是借房屋代資產重估增值 那這個資產重估增值呢 它不會直接影響到水利表 它是放在權益裡面 那這個資產重估呢 可以跟著什麼 它的資產重估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種方式是 每年我跟著折救費用 好 就說 折救費用 因為我重估之後 我的折救費用是不是變高了 因為它的成本增加了嘛 上上金額增加了 所以它每年提的折救費用變多了 所以我就跟著折救的那個金額去做調整 所以資產重估有兩種方式就是 按年跟著折救費用的搭配 然後轉為 承認為保留英語 資產重估如果重分類的話 直接是調整到保留英語 沒有忘記吧 好 資產重估 我們第二章講過 資產重估增值 如果它重分類 就實現了重分類的話 我就把它調整為保留英語 所以你到時候是藉資產重估增值代保留英語 就是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折救新資產 每年因為折救費用的計算 而調整重分類為保留英語 另外一種方式是 我等到整個實現完了 再一次轉為保留英語 也可以 這是有兩種處理方式 那這裡呢 它沒有告訴我什麼方式沒有關係 它只告訴我說 反正在我的股東權益裡面 還有一個未實現重估增值50萬 所以如果它之前做過資產重估的話 當我發生減損 我就先去衝 我之前還沒有貪銷完的 或者是把未實現重估增值轉列掉 就是把它轉銷掉 好 如果像剛剛那個例子的話呢 第二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是 我之前有做資產重估囉 那我之前有做資產重估 我就這邊先寫未實現重估增值 把它沖掉 好 或者是你要寫未實現資產重估增值 因為它要50萬 所以沖掉50萬之後 你承認的減損只有20萬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第一種情形 如果它之前沒有做過資產重估 那我就把 我就70萬全部都成為減損損失 如果之前它有做過資產重估 那我就是什麼 把未實現重估增值 原來在代發我把它沖掉 補充完沖掉 那可是不夠啊 我們的損失因為我70萬 所以我就成為20萬的減損損失 這樣看懂嗎 這是第二個 如果你有辦過資產重估 好 所以你可以看357頁底下就做了這兩個分路 好 那插六年 不管你是做第一個分路 還是做第二個分路 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最後所成 插六年所承認的折修費用 都是一樣什麼 都是一樣60萬 因為你就第一個 有之前有做過重估增值的 你還是代替累積減損 沒有 也是代替累積減損 所以你不影響你後面所要做的折修費用 所以第二個 你插六年的折修費用就是什麼 好 六十萬 在358頁 好 一 最上面寫 好 它的折修費用就是六十萬 好 施例二就要講了 如果我有回生 好 我們要把這個例子講的是 你有把它 因為它有節選之後 你有價值回生 在你的節選範圍之內 你就可以承認回生的 好 你有損失 你有承認這麼多 你要建立一個觀念 你有承認這麼多的損失 你才可以承認這麼多的價值回生 好 你沒有承認這麼多的損失 你就不能承認那麼多的價值回生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的回生的金額不能大於 你所承認的節省損失 好 因為它叫做價值回生啊 所以回生是你前面承認這麼多的損失 你才有這個空間可以回生 好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觀念 在會計裡頭有很多 像我們的存貨節省損失也一樣 我有承認這麼多的節省損失 但它價值回生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這個承認損失的範圍之內 去做回生 但是我不能承認回生的金額 超過我前面所承認的減損的金額 這個觀念必要有 好 因為在會計處理上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準則 好 施例二就要談 它有發生回生的狀況了 它說X6年宜安公司在重新評估 好 發現它產生有利的影響 必須有利的影響 所以它的可回收金額在X6年 維持是180萬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應該這個如果有這個 它的做X6年的減損的分路 就是 對不對 做X6年的調整分路 那跟前面一樣 假設它前面有承認減損損 前面有做重估跟沒有做重估的快速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例子 我們看一下我做了這樣的 假設X6年的12月31號 因為我前面的累計折救 已經調整為310萬 所以我的 如果做了這個折救費用之後呢 我是剩下一百二十萬的賬面價值 對不對 我的累計折就從250萬調整為310萬 那我累計減損 因為還沒再重新做調整 還是70萬 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去做調整 好 那第一個 如果它前面不曾做過 假設前面 我先講綠色的那個比 綠色的比的寫法是 我承認減損損失70萬 那我現在價值回升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120萬 然後我現在的可回收金額 它是180萬 差6年它是180萬 中間差了60萬 好 我價值回升60萬 因為賬面價值剩下120萬 然後呢 我的可回收金額是180萬 那我們這兩個比較起來 是回升了60萬 第一個 我去檢查 你這個回升的金額 有沒有超過你前面所承認的 減損損失 沒有啊 我前面的減損損失70萬 所以我現在回升60萬 OK OK啊 好 那第二個門檻 也就是說我前面承認 假設我第一次我是沒有承認 我沒有做同估 所以我承認的減損損失70萬 那我們現在剛看 我們剛講到說 我要先去第一個門檻 我可以承認的價值回升的金額 不能超過我前面所承認的減損損失 這是第一個門檻 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價值回升60萬 我前面承認的減損損失70萬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這樣子我就全部可以承認嗎 也不是 第二個門檻 要去假設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 這個減損的情況之下 到X6年底應該有的折 那個帳面價值 好 所以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門檻 好 第二個 好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 這個減損的話 就是沒有這個減損損失的話 我X6年底應該有的帳面價值是多少 原來 原來把它收到裡面是因為它沒有水 所以我本來想跟妳們抱歉找到一些 不一樣的顏色 好 這邊有個顏色 這邊有個顏色 好 細細在這邊 好 五百萬 然後我現在是不是剩下兩百五十萬 記得嗎 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我們假設 回到剛剛來看一下 我的帳面價值在差五年底 兩百五十萬 因為我的折舊方法是 實現法 然後沒有殘疾 然後剩三年 所以兩百五十萬 我去除三年 所以每一年要提的折舊費用是八百 八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如果我每一年體裂折舊的話 根據前面那個例子 這樣你知道我在算什麼嗎 你知道我現在在算什麼嗎 我說第一個門檻是 我有承認這麼多的損失 我才可以回省這麼多的金額 就是第一個它的天花板 也不能超過這個天花板 第二個門檻是 如果我從我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 沒有這個減損之下 它應該有的帳面價值 我回省之後 它的帳面價值不能超過那個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比如剛剛那個例子 它在差五年底 它的帳面價值 價值現在兩百五十萬 然後還可以用三年 沒有殘疾 直線法提列折舊 所以兩百五十萬除以三 每年提列的折舊是八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都沒有提列這個減損的情況之下 到差六年底的 累計的就是多少 是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三三三 好 如果從頭到尾都 差五年底 我們要承認資格減損的損失的話 我到差六年底為止 有的帳面金額是 一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 對吧 好 因為我剛剛說 我們的帳面價值 剩下兩 差五年底 剩下250萬 預除三年 就這樣子 所以我的折舊費用是八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然後呢 加上原來的累計折舊 兩百五十萬的話 我就是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好 所以五百萬減掉 我的累計折舊 我的帳面價值是一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的可回收金額是一百八十萬 如果全部 我剛剛說的 我的減損 承認的減損損是有七十萬 那我七十萬全部回轉回來的話 全部回轉沒有問題 因為我現在 不是不是 對不起 我的減損損是七十萬 我現在的可回收金額是 當然我的帳面價值有六十萬 所以我六十萬全部回轉 沒有超過我承認的減損損是 是可以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承認這麼多 如果我承認要回轉六十萬回來的話 我的帳面價值就一百八十萬啊 就高於我前面所講的 我剛剛講的 我第二個門檻是 假設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的話 我到差六年底應該有的帳面價值 這個是我不能超過的 調整回來之後 我不能超過的金額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就不能承認 我就不能回轉六十六萬 六十萬這麼多 因為我如果回轉六十萬 我的帳面價值就變成一百八十萬 超過我如果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之下 應該有的帳面價值 這是我第二個門檻 好 因此我承認的減損的回轉的金額 好 一百六十六萬六百 應該是我的可以承認的六十萬 然後去應該是一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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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減掉一百二十萬 就我可以承認是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 我可以承認回轉的金額 差六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除了做了這個累計的這個計算之後 我要把我的累計減損減上 好 那我的就是什麼 價值回升力 我可以承認 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 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我做了這個分證之後是不是有滿足 我剛剛所講的 它不能超過166,667的 然後就這樣 因為我這邊一樣是310萬 因為我還是要做累積折救是60萬 好 那我的結量是累積減損呢 累積減損的金額調整了 從原來的70萬累積減損 原來的70萬 我現在轉了466,667的借方 所以我的帳上代方的金額就是70萬 是233,333 233,333 所以你500萬減掉310萬 500萬減掉310萬 減掉233,333 所以是不是19667 所以是不是跟它一樣 沒有超過 假設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之下 應該有得到命價值 所以我就回答你這個金額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在初環節有講過的 好 那如果你前面有承認 前面如果你有做了資產重複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減損的話 那你做的轉那個調整分路 價值回升的分路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我前面有承認資產減損 那我 對不起啊 我承認前面有做資產重複 那我剛剛也講過 我的回升如果第二個例子呢 就是我前面你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承認 這個減損損失只有20萬 因為我有50萬的價值回升利益 對不對? 所以我前面承認累計減損裡面 有20萬是損失 50萬是會實現重複增值 那我剛剛講說 你前面有這麼多的損失 你才可以回升這麼多的金額 那剩下的怎麼辦呢? 因為我的累計減損 還是要衝掉這麼多金額啊 所以如果你前面有做重複的話 我的減損的金額只能回升20萬 剩下來的呢 266,667 好了 沒辦法 我還是 你用這個顏色寫 266,667 就承認為什麼? 承認為我的未實現重複增值 就把剛剛原來的客戶轉回來 但是全部有50萬 那你沒有轉那麼多回頭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這邊我只能承認20萬 因為我前面 我剛剛已經強調了 你有這麼多的損失 你才能夠回升這麼多 我前面只有承認20萬的損失而已 所以我最多只能回升20萬 剩下來就是我的未實現重複增值的回轉 這樣看懂嗎? 好 就是358頁的第2個 第2 那個施例2 好 未辦理重複 就全部都是我們未實現重複增值的 全部都是什麼? 資產回轉利益 或者是未實現重複 應該是說我也可以寫 資產減損價值回升利益 好 也可以 或者是像那邊寫的那個減準回轉利益也可以 反正意思是一樣的 那加羅利益就是什麼? 屬於兩個科目 有沒有問題 好 這樣看懂嗎? 就是施例2做的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跟我們出外有種不同 多了一個 你有沒有犯過仇呼的問題? 好 這樣清楚嗎? 這是施例1跟施例2 我說施例1跟施例2 其實大概80% 都我們出外有講過的 好 怎麼去承認你的減損? 怎麼去承認你的回升? 好 那第二個20% 是我們出外沒有講過說 如果你有 之前這個資產有做過重複增值 那你如果有做過重複增值 你發生前死的時候怎麼做? 那回轉 當然它價值回升的時候 你怎麼做? 就是第二個狀況 這樣看懂嗎? 這樣了解嗎? 請認可以嗎? OK嗎? 好 那這個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次出外裡頭做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剛好再來講 後面的建議 後面的 如果有蹤就 谢谢大家